我在州里快乐 我在哪里快乐 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 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免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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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免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免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也是你的老朋友 天天Easy谈生活职场系列 再次邀请到的是咖啡师的林伯佑 哈喽伯佑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呢 刚才有问伯佑一个话题 就是伯佑平常应该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嗯是 是 我不是很喜欢说话 那我刚刚问你说 节目访谈的这好几集的里面 如果时间加起来的话 有没有超过你一个月的话量 那有 当然 可能还不止 可能还不止 对 好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精彩的访问了 要来谈的就是 从员工变成老板 面对这个经济的压力 尤其是我们知道说那个疫情啊 COVID-19 是 特别是餐饮业其实受到很大的重创 我想问一下 当你身为老板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经济压力指数 如果一到一百分 你会打几分 我认为是一百零一分 的确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以前在当员工的时候 就是现在的永恒咖啡 是我第一个自己的事业 OK 那在之前二十几年来 我都是做人家的员工 我真的没有办法体会 当老板的 他所面临的这些压力 所以以前呢 也都是会抱怨说 老板怎么这样 老板怎么 你怎么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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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是 反正就是将 老板当成自己的 对立面 自己的敌人这样子 总是希望 你给我越多权越好 你叫我做越少事越好 但是转换角色之后 真的是会发现 当你对一家公司 或者是一家店 而且我还没有员工 我只是 我只需要负责自己 一个人 就够了 都经营的 没有那么容易 都觉得 都觉得经营的好累 很辛苦 更何况是 你可能你还要照顾 上千个上百个 这样子的员工的 这个大公司的 一个负责人 那压力 可想而知 更是加倍 在这五年当中 我觉得 我必须得 像现金的 老板的身份的 每一个企业家 致上一些 崇高的敬意 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 养活自己之外 如果还能够养活 别人 甚至是 可能好几个家庭 是 这个责任 我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当你在压力底下的时候 要怎么样开源 节流 谈一谈开源 这个部分好了 以前私底下 曾经跟博又聊过 就是发现说 永恒咖啡馆 不太做广告 是 那你要怎么开源 我应该要更正 我当时的说法 其实不是没有广告 我是有广告 但是我的广告 是透过我的客人 他为我背书 他为我介绍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推广的方式 我希望可以是 让每一个 每一个客人 他是 真的来喝过我的咖啡 他喜欢我的咖啡 很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 帮我去做介绍 所以透过人 就是你最好的 行销通路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好 最理想的 而且是非常有力的 一个行销的方式 所以我在想 这个相对来讲 会不会对一个咖啡师 他就能够 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先后次序 就是说 他要把他的重心 究竟是好好的 放在研究咖啡 把咖啡煮好 把豆子烘好 还是你要放很多的时间 在这种网络社群 行销 推广文 等等的 我相信当自己创业的时候 在这个拿捏上面 是真的是非常难 往往都是会 很难取的一个平衡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 让店里的业绩增加 所以我们会长 会花时间在 比如说 脸书的经营 什么之类的 网络社群上面的经营 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 在这边 但是相对 他就会牺牲掉 我们对于 咖啡的这个品质上面 的这个控管 所以我会 才会在上一集提到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 team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分工 去做不同的事情 否则 一个人其实是 很难扮演好 同时不同的角色 你或许可以 每一样都做 但是你会变得 每一样会渐渐的 专业度就会下降 脚踏两条船 然后你就翻船了 是是是 我真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也是有尝试过 我想要去经营网络 我想要去把我的时间 放在其他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观察到 我那一阵子的咖啡 的确轰的比较不怎么样 而且会不会压力指数 就更大了 是 而且包括我的客人 他们也都会 很直接的告诉我 你最近的咖啡 感觉好像不太好喝 没有以前的好喝 对 我觉得这是很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样会比较慢 的确是会比较慢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的信仰 他所给我带来的一个 依靠 也就是我只要 忠心的去扮演好我的角色 挑选好的斗子 然后专注的去烘陪他 将他一个理想的风味 表现出来 我只要去忠心的 去做这些事情就 对 那么至于说 物质上面的供应 我的物质上面的缺乏 这一切 我交托给上帝 上帝他自然的 会供应我这一切 对 像COVID-19开始 爆发了之后 你的咖啡馆 遭到了什么样的冲击啊 最大的冲击是 过去可能是来自 国外的客户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就没有办法 进来台湾 这些这部分的这个 损失其实是 占蛮大的一部分 虽然说 咖啡馆的收入 减少了很多 但是 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应该说 我还是没有什么缺乏 我也没有什么 真正意义上面的损失 我发现 这是非常感谢神的 所以也没有负债 没有 所以你说 每个月经历到的 那个恩典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很感谢主的事 总是会在 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就越接近月底的时候呢 账单啊 一些必须要支出的一些 一些项目呢 期限就快要到的时候呢 总是会在那个时候 累积的这些顾客 他们回来购买的这个频率 其实是很稳定的 对所以是很稳定的 因此其实 应该是说在 我没有了 午餐 我们没有了午餐 我们也失去了一些 可能以往会 从国外回来的 这些客户 但是国内的消费者 其实是增多的 所以其实还是取得 一个平衡 因为你说 你自己也不太做 什么行销啊 公关啊 这种事情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你就觉得说 哇 这上帝在这个当中 有调度 那当然因为 你也很专心的 把咖啡煮好 就是把品质 keep住 是是是是 所以你觉得 你自己回头来看 就是说 做老板的过程里面 其实经历到了 还蛮多的动荡 那我想 疫情也是 其中一个动荡 这样子 那你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说 就是因为大环境不佳 所以我的职场 就是过得很痛苦 难熬这样 但是你觉得 在看似大环境 不佳的时候 这些挑战都还在 而且我们不知道 这个挑战会持续多久 是 但你觉得 基督信仰带给你 拥有什么样的 一个生活态度 或者工作态度呢 可以分享的是 我在这份职业里面 我所我所认识到的 借由我的信仰 他所让我学习到的 一个世界观 还有工作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 我的电 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电 甚至于 从世界角度 它是一个失败的电 你说世界的角度 是指一般的价值观 从一般的价值观 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失败的电 我必须得说 因为它可能 我只能够勉强的 养活我自己而已 所以或许 从一般的角度来看 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电 而且我也有许多的软弱 我非常多的软弱 甚至于就是 包括我不是很善于交际 可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些 最重要的是 我在这个角色当中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所学习到的真理 不管我是做什么职业 不管我是做什么工作 我不是为自己而做 我是为上帝而做 而且是忠心的 去为上帝而做 藉由我们所从事的 这个工作 去荣耀上帝 上帝他自然的 会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贪心 我们也不能够妄想 那么那就是我们 自己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 上帝会使我们有所缺乏 所以我的工作的目的 是为了要讨上帝的喜悦 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工作的意义 其实是在荣耀神 是在荣耀他的名 因为我们人 是上帝的形象 他所造的 所以荣耀神自然就是 我们人应当做的 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人在所有的层面 都必须以荣耀神为原则 不管是工作 家庭 人际关系 种种的 所以工作是其中之一 因此工作 他就是能够去彰显 上帝他的属性 他尽善尽美的这个属性 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不能够马虎 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 神他既然是 要我们在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去荣耀他 他必然会赐给我们财干 赐给我们所擅长的 一个技能 因为有财干 我们才能够在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都是有自己的财干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官 基督徒的工作官 跟一般人会不太一样 工作官是以去荣耀上帝为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 将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财干 去发挥出来 尽情的发挥出来 所以我认为找工作 其实最好的方向就是 当我们的财干在哪里 我们就是往那边去 上帝他必然 他一定会将我们放在 最适合的环境当中 让我们尽情的去发挥 对 所以工作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自己的温饱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存款部的数字上面的增加 我们不能够以这一些作为我们的偶像 作为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是应该要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去荣耀神 我们能够让身边的人 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的存在 就好比我进入永恒咖啡之前 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在永恒咖啡里 从我的老板他们一家人 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真的看见了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神 所以工作的目的跟工作的意义 我认为就是在这边 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如果有一个 对准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改变 你就发现你的心态是不会轻易的被动摇 然后你心中的那个信心跟热情 也不会轻易的被消灭 当然我们一定会有高低起伏 这个会有负面情绪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的热情不会这么快的 或是这么容易的 就被这个环境给影响 或是被你身旁的人给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工作的时候 不是说啊 大一窝蜂都去做什么 是不是我也要朝那个方向做 或许我们真的需要安静 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的祷告 神啊 你对我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 那求你帮助我在职场当中 能够进到你要我进去的领域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带来更多的祝福 没错 今天很谢谢伯佑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那也祝福听众朋友 希望我们在职场当中呢 更多的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生命发光 行路有力量哦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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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